郭书瑶担任期,拉问高雄,啤酒音乐节开场演出,与许富凯合唱爱情现实批,首度参与此活动的许富凯,透露,演出结束就要赶回台北,因为明天,要坐到医院做检查,照抄音波,原来,他有家族,遗传假装腺抗禁,会手抖还会影响心率,也因此就算变瘦,脖子仍会肿一圈,但还好没有,影响到唱歌,目前就是定期回诊,吃药。 尽管身体出状况,许富凯仍十分敬业,工作满档的他笑说,现在能转就转,为了让妈妈过更好的日子,最近有认真想要买房子,更喊出目标买舞动,希望未来能实现。 而郭书瑶金与许富凯合唱《爱情现实批》,也是他第一次挑战台语歌,由于两人形成满档,金彩排时才第一次合体,他自嘲台语很烂,但有在家练习很多次,透露,许富凯有教他一个绝招给台下唱,彩排时已锁定某区观众,希望大家可以帮忙唱。 已参加过很多借高雄啤酒音乐节的郭书瑶希望,以后每场都能来,喊话要连石拉石,而面对高雄酷热的天气。 他说没做房脱妆的准备,笑说,脱了就脱了,衣服没乱脱就好,更透露身上的衣服,其实是连身泳装,失了也没关系。 金曲台语歌王许富凯近来接下餐饮品牌,网络商城年度代言人,2022年11月29日,他化身帅气店长,现身为品牌造势,现场拜师学艺,制作狮子头,而他过去曾和歌后曹雅文是人气CP,不过曹雅文,日前却被爆出早在30岁前就秘密结婚,事后,虽然出面否认,但仍引来热烈讨论,对于他的婚讯,许富凯说,看到报道吓了一跳, 我们17岁就认识,一直到现在,但我私下很宅,工作就回家,不会有时间聚在一起。 许富凯表示自己和曹雅文私下横哨联络,他是很神秘的人,我们互相很神秘,基本上都没有见过彼此的对象。 对于他传出密婚多年,许富凯说,我也有吓到,但如果是真的,我希望他幸福。 新闻一出也没关心他,我其实不关心他这个,因为,我觉得,他可能也不知道应该,怎么回答。 更笑说,如果婚礼有受邀,会爆出16888元的大红包祝福。 他和曹雅文曾是荧幕CP,许富凯透露自己,曾经给曹雅文道过歉,觉得自己和他的传闻,断了对方不少桃花。 谈到感情状态,许富凯表示自己已经单身了5、6年,接下来的工作更将一路忙到2023年2月,没有时间谈恋爱,问及如何排解寂寞。 他笑说,我有养猫,还好。 而曹雅文,也因为与许富凯外形登队,过去多次被粉丝凑对,曹雅文曾经还说,许富凯到45岁都还单身的话,便要成为对方的老伴,可见,二人交情不浅。 没想到,在2021年12月13日,许富凯却突然晒出一张对话记录,松口我有女友了还大放标记女方的名字,当时立马在网络上掀起热议。 许富凯收到一名女网友私讯,见见吗?他回传一张,被亲脸颊的照片,表示不好意思,我有女朋友了。 贴文部分又写下,妹妹,先查清楚,我是有女朋友的人了。 而且你要小心。我女朋友,很能打的。方又欣我很诚实哦。 你想提早去孟婆客栈吗?孟婆客栈可以为你完成心愿。 贴文一出,引发网友锐意戏里,戏外表里如一,怎么那么好笑了? 可能想尝尝被蒋叶打的滋味,小猪哥太Q了啦。 吓道。 我以为你也要说你像邱泽,其中还有一人李佩絮留言亲爱的。 那你把我这男朋友放哪? 许富凯还笑回就放在房间,逗得网友乐不可知。 其实许富凯晒出的照片,是他在《孟婆客栈》的剧照。 该作品,以现代手法描述奈何桥畔的《孟婆客栈》里。 往来过客在转世时如何,被记忆羁绊。 许富凯现出荧幕初吻。 他为逃避妈妈林美秀征婚,选择与方又欣假扮情侣。 但却被众人怀疑,两人情急之下。 再加上蔡震男怂恿要亲亲,才能证明两人是真的情侣。 先是方又欣,朝着许富凯又脸颊亲上。 后又换许富凯亲回。 这场左右开弓的脸颊纱,至少来回了三次以上。 堪称是最大的闪光弹。 许富凯此前参与演出《孟婆客栈》。 后来在节目上放出藏了一年的拍摄花絮。 殷须穿着像翅膀的服饰。 当时被主持人小鹿及阿甘预测。 许富凯穿上大鹏展翅的戏服。 金曲奖一定会得到歌王宝座,果然一语成真。 事实上,许富凯非常努力,以选秀节目中的素人出道。 接下来,连做金曲冷板邓六年,也依旧不放弃歌坛。 近年来积极横跨戏剧界。 磨练演技,当一名成功演员。 甚至还接下节目主持,横跨歌坛。 影视,主持三届,可以说是演艺圈最佳勤劳代表。 2021年初,他受访时表示,帮父母在高雄买房的贷款已经快较轻。 所以这两三年自己也有在物色台北的房子。 除了房子之外,他还砸了百万入手第一辆奔驰。 除了工作贷不外,就是为了在父母到处游玩。 这一路走来,陪着他的除了家人,粉丝离不开的还有一个人,曹雅文。 对于不想捆绑在一起的传言,许富凯所属公司表示,富凯一直以来都是以敏南语歌为主,珍惜每一次舞台上的演出。 现在两人各自开创不同的单位团队,为自己的音乐作品以及演艺做努力,彼此的工作档期以及方向都有不同。 不变的是为敏南语歌坛打拼,未来也会有同台演出的机会。 而曹雅文的经纪人表示,富凯和雅文也都有一起上节目录像,都还是开心合作。 没有这些传言,双方有各自的规划也都是彼此祝福。 至于感情方面,许富凯则说,目前并没有想那么多。 事实上,因为哥哥姐姐都已经结婚生子,所以身为老妖的她,在家里也没有被催婚的压力。 她还笑说,过年被长辈问到相关问题时,妈妈甚至会充当经纪人,帮她挡掉那些烦人的问题。 小时候,许富凯起床的铃声,就是爸爸唱的叶启田的歌。 有次,她随爸爸出席婚礼,在亲友力拱下上台演唱,被发现歌喉不错。 于是从小学三年级起,她就到处参加比赛。 当年的许富凯并不理解父亲的苦心栽培,对此十分抗拒,加上个性内向,根本没想过当歌手。 由于,她家里开美发院,高中也就读美容美发科。 退伍后,她曾想以此为业,脚踏实地工作,和唱歌彻底断开关系。 不过姻缘机会下,歌唱的工作还是找上了门,朋友介绍,她到舞厅助唱。 父母一听,当然,举双手赞成。 当时的团队里,乐手看她什么都不懂,会在表演空荡趁她不注意时,往她脚边丢响板下她,日子过得心惊胆战。 那时每天收入不过五百元,许富凯数度想过放弃。 但每天,被母亲硬拽着去唱歌。 唱了七八个月后,她人生的转机,出现了。 当时二十二岁的许富凯,每个月在父母的陪伴下,北上节目《明日之星》,彩排两次,每次必须用上两天一夜。 因为入不敷出,一家三口,有时借助在妈妈朋友家。 有时投诉台北车站附近旅设,饮食上也是省到极致。 那段艰难的时光,是许富凯,至今最深刻的人生低潮。 对她来说,那是一段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的日子。 当时哥哥,姐姐都已成家。 她却对未来茫然无知,想到父母在她身上投注的精神。 时间及金钱,压力如山众,便期许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。 好在许富凯得到了节目制作人扣桑的提携。 在节目中出道后,她还接到当时尚未隐退的歌谈天后江慧的来电。 对方邀她担任演唱会嘉宾,她也因此打响了知名度。 不过,新人时期的许富凯也没少吃亏。 宣传通告排不上,被取消。 也曾拿着专辑给前辈,却陷入热脸贴冷屁股的窘境。 毕竟当时选秀歌手辈出,多数昙花一现。 在扣桑,江慧的教导下,许富凯学到待人处事要态度一致。 明白新人有新人该学的,不能期待一出道就会受到喜爱或关注。 现在的她只要有能力或机会,都会先关注新人,延续扣桑即将会给她的精神,当起新人的定心丸。 而对于母亲,许富凯坦言,自己和母亲的相处模式很像父子,彼此间不太会讲亲密的话。 但知道母亲喜欢听,她常常会夸奖。 你最近比较瘦窝,还透露,母亲最喜欢收现金,喜欢摸起来一叠厚厚的感觉。 所以,每年母亲节,她都会包上大红包给母亲。 最后,希望许富凯早日找到对的人,一家人幸福安康。 。